香港十大结出青年选举公布 今年有七位人士获选 当中包括乐坛天后容祖儿 由于现在身处内地 所以未能亲身领奖 她就透过视像通话 分享得奖感受 在这十年来的演艺生涯里面 我觉得我好像一个 人生的音乐旅途一样 去过无数这么多的地方 有高有低 有快乐有优秀 如果音乐形容为一个旅途 我仍然有很多地方想去 有很多未知的音乐领域 我想去尝试和突破 其中一个我最想去的地方 就是推动乐语歌 我很期望我可以传承 我的殷师罗文先生 和很多乐坛上的前辈精神 推动多些乐语的音乐 揭尽所能扶持新一代的音乐人 向社会传递更多的职能量 在镜头以外 其实我都和很多香港人一样 我在屋邨长大 我妈妈每天都很辛苦工作 令到我和我弟弟可以 保养成人 我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 我很感恩 所以我更加知道 要小朋友透过尋找兴趣和知识 才可以快乐成长 因此我在五年之前 成立了我的赤字基金 我希望以我艺人的小小影响力 去令到每一个小朋友 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 之后 Joey也有接受传媒的月阳访问 当提及恩施罗文的知遇之恩时 更加忍不住落泪 我好希望 我好希望我今天可以 让他见到我 有这一天 因为一开始 是他 真的很信任我 而且觉得我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很开心 他也是曾经我的香港结出青年 我今天能够传承到他的精神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而另一位杰青 就是香港游泳代表欧凯淳 他以16岁之龄首战奥运 其后多次代表香港出战世界大赛 目前仍然保持着12项香港游泳纪录 多谢我的师兄方力生 他大力地推动我去参选这个结青 如果不是 可能我未必会去报名 所以多谢他给这个动力 想着什么庆祝呢 都是跟妈妈爹地在家吃饭 因为始终现在限聚令 我们无可能出到外面 所以暂时都是在家 简单单单的吃饭就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有没有什么目标想达成 当然下年是奥运会 因为奥运会延迟了 所以我相信香港的所有的运动员 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尽快 我自己比较 幸运已经达成了 所以如果去预期举行的话 我就会去参与 所以都是为了备战努力 建立了世界平台 大家通过一些港股舞的照片 可不可以说一下什么 是否很喜欢跳 对了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多了 其实不是的 一直以来都有跳 只不过家里真的有一支钢管 始终现在大家都只能够 在家里面做运动 所以这件事本身 自己觉得很开心的跳起来 觉得很自在 可能因为穿的衣服和泳衣差不多 所以就跳起来很自在 以前又跳芭蕾舞 所以游水以外的另一个新 很大的喜好 另外五位得掌杰青 包括视障女高音 兼中大音乐系 首个视障毕业生肖海恩 港大医学院 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曹韵怡 骨癌康复者吴嘉荣医生 曾给读及入住儿童院的 中国香港棋院象棋教练周世杰 国际摄纸比赛上 女获殊榮的陈柏熙